參政競選廣告運用大量特效 主打科技創新 吸引年輕族群 而他在參選前 曾經任職數字王國公司 執行董事 就是畫面特效專業 但是這家公司背後 是包含中共國務院 以及解放軍所屬 中共集團以及保力集團投資 那數字王國這家公司 這個背後事實上 很大的一個部分 就是中國的國務院 跟中共的人民解放軍 不只是中資 張善正強調 保力跟中信 在數字王國並非最大股東 但是股權中有中資 保力跟中信 兩者加起來高達 百分之十七的股權 試事時 而且仔細追查 數字王國網站上 董事會成員有臺灣籍的 謝安 執行董事張善正 而李衛強跟崔浩 就是保力文化的代表 招之一 保力仍可以影響集團運作 如果中共發動對臺的侵略戰爭的話 那這樣的虛擬人的技術 是否也會被用在製作 即使張善正撇清數字王國是跨國企業 但是中資投資背景再加上台海動盪時刻 張善正身為桃園市長候選人 更曾是行政院長以及科技部長 如此重要職位 在民間任職卻與中資扯上關係 不免讓人放大檢視 將LOGO跟中國五星旗擺一起 宣揚對中國建設跟文化的貢獻 中國保力集團被封為中國四大財團之一 旗下的保力文化就是數字王國公司 股東之一 不過保力集團的背景 讓實力議員候選人質疑很難安心 保力集團官網寫明 經國務院跟中央軍委批准組件 是受國資委監管的大型國有中央企業 保力集團跟解放軍關係密切 至今人是中共 主要軍火進出口商 連LOGOP字都取自PLA 中共解放軍的所寫 像CH9動搖自殺無人機 就是保力集團生產 保力集團頻繁輸出軍事武器跟裝備 牽動國際軍事平衡 美國早祭出抵制手段 今年一月美國政府宣布 制裁中國三家實體公司 為期兩年 其中就包括保力集團 包括不許從美國得到任何技術 科技產品禁止出口到美國等等 理由是保力參與非彈技術擴散 保力集團下面的保力文化 造臺灣的國安高層 然後找臺灣的國民黨的一些政商二代 再找前中央社的某位董事長 來穿真引線 目的在哪裡呢 遂行一帶一路之下的 對臺灣的銳實力跟文化滲透 你是執行董事 是執行誰的規劃 執行誰的任務 執行誰的KPI 這些東西面對外界質疑 張善政都沒有講清楚 數字王國背後股東 隱藏紅色企業 是否間接對臺灣文化滲透 進行統戰 引發聯想 任職執行董事的張善政 沒交代清楚 學民恐怕很難買單 先進去一陣到正海中 看到